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属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 天使夜未眠 嗨,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天天 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 今天我为你预备的单元是信仰QMA 无论我们在生活里面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都可以在圣经的真理中找到解答哦 今天我为你邀请的这位特别来宾 就是幕会多年的徐老师 他要回答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让我们来听听徐老师的分享 亲爱的听众你好,我是徐老师 现在我要回答一位听众来信所问的问题 我觉得信仰一神论的信徒都会有暴力残害他人的倾向 就像伊斯兰恐怖分子一样 基督教不也有中世纪杀女巫或十字军东征等等的大屠杀事件吗? 要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先 我先来谈一谈宗教的基本精神 宽容、接纳、怜悯、仁慈 是宗教的基本精神 全世界五大宗教 基督教包含了天主教 回教、佛教、印度教、几犹太教 这五个宗教的基本教义 都是强调要爱人、怜悯人、帮助人 并没有要信徒去杀人、迫害别人的 而这五大宗教中除了佛教和印度教以外 其他三大宗教都是一神论的宗教信仰 你认为信仰一神论的宗教 都有暴力残害他人的倾向 我们先来了解其中的原因和过去的历史 第一个原因就是人的罪性 因为人心中本来就有暴力残害他人的倾向 再加上人有仇恨、贪心、自私等等的罪性 使得有些教徒为满足自己的欲望 就故意歪曲、解释教义 而以偏激、暴力、凶残、杀害等等的手段 来达成其邪恶的目的 难怪人类社会中不断地发生许多 以宗教为名的残暴事件 在中国古代史中就成有三五之祸的宗教迫害 这个绝对不合宗教的本来教义 我们来谈第二个原因 为维护对上帝纯净的敬拜 一神教的犹太教 一神教的基督教 这个当中我们已经包括了天主教 一神教的回教也就是伊斯兰教 这三教都出于一个源头 就是出于以色列民族对耶华上帝的独一的敬拜 都要求信徒不可拜假神、偶像或别的神 而且对故意触犯的 当然有严格的惩罚的规定 这是不得已的限制 举一个不太合适的例子 却是真实的情况 当台湾情流感大流行的时候 政府当局一定要全面扑杀 已经得了病的鸡、鸭、鹅等等的家庭 这样的作为看起来残酷无情 却是为了要拯救其他健康的鸡、鸭、鹅等等 免于被感染 你说是不是呢? 又如国家的刑法中有死刑的规定 死刑看起来是残忍的很 但却是为了要维护这个社会的公平、正义和安全 也是为了保护社会上大多数守法规矩百姓而设立的 所以一神论的宗教中 都有针对故意触犯一神信仰 触犯一神敬拜而设下的惩罚 目的是为了维护人们对上帝单纯的敬拜 第三个原因是宗教信徒过分的主观与偏执 而不能容下不同于我的意见 就常常会用暴力、残酷的手段 来对付不同的意见、看法和经验的人 这在各宗教中都曾不断地出现 这是因为人的罪性中的无知、主观和偏见所造成的 你要知道越是纯正的信仰 越是容易出现这样的狂热分子 真的很遗憾 我们第三方面要来谈到的 其实许多的多神信仰 也是相当残酷、凶狠、暴力 例如流行在中部非洲、东南亚、印度和中美洲的土著信仰 无独教、精灵神教 他们在面对不同的信仰的人 往往就是杀害、迫害 譬如在缅甸的佛教徒 残害回教徒新亚人 已经残害了几个世纪了 所以并非只有一神信仰的信徒会有暴力倾向的 这也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再说这些宗教迫害 其实背后全都是出于魔鬼的诡计的 也就是说魔鬼要借的各种方法 使人类自相残害 使人心越来越败坏而远离上帝 不信上帝 我们最后要来了解上帝的心意 上帝要人甘心情愿的来相信他 他绝不勉强人的哦 非常遗憾的 基督教会在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里面 曾经不断的发生 人们奉耶稣基督的名 屠杀毁灭等等 请注意 上帝也必定要在最后的审判中 严厉的惩罚这些假借耶稣基督之名 而作恶的人 但是上帝实在不愿意任何一个人 走向地狱走向灭亡 因上帝愿万人得救 不愿一人沉沦的 深怨基督徒 以及其他一神信仰的信徒 真能明白天父上帝慈爱与公义的本性 而不知走向偏激狂热 更愿你我都能够认识到 耶稣基督的仁慈心肠 接受他的拯救 而使自己的性情改变 变得越来越合于上帝的心意 愿上帝祝福你 我们下次节目中再见 如果针对这个问题 你还有任何的想法 疑问 都很欢迎你 写信给我们 只要把信寄到 电台所播报的通信地址 或者呢进入救恩之声的 网络留言板 分享给我们都可以 天天非常的期待 可以收到你的任何回应 因为你的回应 对我而言是莫大的鼓励 让我们可以更多认识你 更多了解你 在信仰的真道上面呢 也希望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帮助哦 好 今天的节目就要聊到这 祝你平安 我们下回空中再会 拜拜 心灵小雨 如今长存的有幸 有望 有爱 这三样 其中最大是爱 圣经 哥林多前书 十三章 十三节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